那不是定期不對嗎? 不然我們土地的面積重拆之後再變遂 是啊,不然我們自己去 給我們公共住家看看就清楚了 土地是不會變動的 因為這個重拆之後 所以就發現土地面積增加 而且是減少的原因 是因為早期歷久時代的策略 所使用的儀器、技術、精度 都沒辦法成像現在主動化儀器 所以中拆之後的土地面積 才是最準確土地實質的面積 另外中拆針的貸質度 因為這股破損 都很深層誤差很大 所以貸質度中拆的目的 就是要消毒貸差 讓整體的土地面積和貸質度 土地所有的環境可以保障溫合 保障人民的財產管理 最重要的是 土地面積雖然有增加 才是減少的現象 但是實質管理上的土地面積大歲 並沒有改變 還是跟中拆一真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 是否有為了 有很大的進展 身為這次的地面積大 從來 有效能力